上个视频呢给大家介绍的DDS-2 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已经急不可耐的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中奖了 好 大家别着急 那在这期视频的结尾呢会给大家抽奖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有云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机灯 我是金水 一说到云盘啊 相信大家第一时间呢想到的就是什么百度云盘啊 天一云盘啊和阿里云盘等等 之前这一大类的呢都可以称之为公有云 而这些年来随着个人存储设备的日益成熟 和家庭宽带门槛的不断降低 又出现了以家庭存储为核心 配合家庭宽带链接的私有云 跟大家说一个我日常工作之中经常出现的场景 那我经常呢是需要把工作带回家做 那之前呢用的都是移动硬盘来拷贝 或者是直接传到百度云上 那回家的时候呢再把它拷贝下来 或者是下载下来使用 非常不方便不说 而且上传和下载的速度呢也非常让人不爽 那相信用过百度云又不是会员的小伙伴呢 应该能够理解 那如果碰到哪次到了公司才想起来 优盘忘了家里 或者是忘了把工作的成果上传回云端呢 那可就真的要了亲命了 后来呢有了黑群灰和软路由 那你就可以把工作直接同步到群灰里 那到了公司 依旧要忍受这个群灰远程下载的一个垃圾速度 我在单位和家里呢 各有一台电脑 那加上工作室的两台 一共是四台电脑 那这些文件呢就经常有需要互相传递 那在这些时候呢 我就会经常想 那如果要是能把所有的设备 都放到同一个局域往下 那就好 也尝试过群灰 甚至普工英的其他解决方案 要不呢是价格比较贵 要么呢就是安装了很多软件 就不能在一起综合解决问题 那每一个都要打开一个独立的软件 都不是非常理想 直到呢我用到了一有云 就一个软件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之前在介绍eSpy的时候呢 给大家简单介绍过一有云的安装 那一有云呢一共有两个部分 就是客户端跟存储端 客户端支持的系统非常多 有Windows、MacOS、Linux、AOS、微联通、OpenWrt等平台 支持点对点的文件传输和文件管理 支持WebDAV、SFTP、Samba、S3等多众网类协议 可以把你所有的硬件几乎完美的整合在一起 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演示安装一下 首先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客户端的下载页面 我们点击立即体验 找到客户端安装 点击客户端下载 你可以在这选择你需要下载的系统的安装文件 苹果的用户呢 就直接去软件商店下载就好了 安卓的用户呢就相对简单一点 从他们的客户端就可以直接扫描二约码 跳转下载 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安装一个存储端 在这里呢我们用群辉进行演示 我们来到官方的下载页面 这里面包括群辉6.0和最新的7.0的固件 那前面两个呢是ARM架构的 那后面两个呢是X86架构的 我的群辉呢是918加 X86的架构 系统呢是6.2.3 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对应的系统的下载链接 好我们下载完成之后呢 就在群辉里找到手动安装 我们可以找到刚才已经下载的SPK的文件 一溜下一步安装完成就可以了 完成之后呢我们点击主餐单 找到一有云的设置 那在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呢 是需要绑定设备的 如果你有一有云的手机客户端呢 你可以在注册之后 用一有云的手机客户端扫描二维码登录 如果没有呢 你也可以在一有云的安装向导页面 输入你的一有云的账号和密码来登录 登录之后呢 我们需要选择挂载硬盘的目录 那这个目录呢 主要是用来放一有云的配置文件的 并不是来分享或者存放数据的 我们选择一个路径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这样呢我们就绑定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之后呢我们在我们的手机客户端刷新一下 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绑定的设备了 绑定完一有云的存入端之后呢 你就可以轻松的在远程设备找到里面的文件 你可以查看里面的相片文档 甚至是压缩包 这些呢都是常规操作 这里面呢一有云的播放器呢 是比较有意思的 解码的速度呢非常之快 我们现在同时打开同一个设备下的同一个电影文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高码率的1080的片源 大家可以看到 一有云的这个播放器的加载速度呢 竟然比群晖的DSV6的速度还要快 这个真的是有点让我喜出望外 那我的一泳云呢 已经链接了两个手机 那我日常工作的两台电脑 还有工作室的群晖和家里的eSpy 这四个设备 当你在用一泳云链接多个存储设备的时候呢 智能链路远程管理的这个功能 可以让你在一有云的首页就看到 设备之间的连接关系 那比如说局域网链接 TCP4 UDP和Forward 那幼云会自动根据你绑定 设备之间的网络情况 选择最优的连接方式 在局域网的时候呢 自动选择内网链接 在外网的时候呢 尝试直连或者打动或者是转发 反正它会找到最快的连接方式 连接起来呢也是非常迅速 几乎没有什么感知 感觉就像一个大的云盘一样 一有云在链接默认存储设备的时候呢 只需要让你选一个文件目录 用于存放一有云的设置文件 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设置多个访问目录 我们来到一有云客户端的首页 选择你需要绑定的设备 我们在左边这里找到目录设置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公共目录 当然也可以添加个人目录 这里这个名字呢 我们可以随便起 双击我们选择这里 目录的路径 添加完成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 看到我们已经添加好的内容了 我们可以通过添加其他用户为好友 把共享文件分享给我们的好友 打开客户端 我们找到成员管理 点击添加用户 我们现在就可以添加 已经注册了一有云的用户的手机号码 好我们添加完成之后呢 另一个设备就可以看到你分享的文件夹和内容了 有了一有云之后呢 你可以轻松的实现跨设备和跨网络的文件夹管理和文件管理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有云手机APP 把工作室里群晖的内容复制到家里的eSpy里 而这个操作呢 并不会在你手机的流量 那只是两个设备之间点对点的传输 那这么一来呢 这个传输速度呢 应该是不错的 而且呢 是不浪费流量的 我在工作室工作的时候呢 两台电脑协作呢 经常会用到一有云的同步功能 但是这个同步功能呢 最大呢 不能超过30G的文件 那支持本地修改 会自动同步到其他的设备 那支持双向同步 那这些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里的操作呢 不仅限于局域网内 你可以轻松的把远程文件映射到本地的磁盘 那这个呢 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你还可以通过SSH RDP等协议转发 从而实践Windows自带的远程访问的功能 一有云在安全方面呢 设置了回收站 方便找回误删除的文件 或者是重要的资料 你不但可以在电脑端 浏览和访问你手机里的相片 而且呢 可以在手机端 看到其他中端的文件 或者呢 通过你的手机APP 访问存储端和电脑里的电影 一有云自带的播放器 在播放的同时 可以自动加载目录下的字幕文件 也可以支持手动的添加外挂字幕 那它的这个使用逻辑呢 我是比较喜欢的 那左边的上下滑动 是调整亮度 那右边的上下滑动 是调整声音 那这个使用逻辑呢 更贴近国产手机的APP 的这个使用逻辑 一有云呢 还支持文件分享功能 那你可以通过一有云的APP 把文件通过微信 或者是电报 分享给你的微信好友 或者是电报的好友 但是这里的这个分享呢 就只适合比较小的文件 比如说图片 或者是文本 一有云在分享之前 他会把文件 先下载到手机的本地 然后才能通过微信 或者是电报 分享给好友 那这个功能呢 其实略显积累 我觉得还有很多 可以优化的空间 一有云呢 还支持相册备份 你可以通过一有云 把你手机里的相册 可以备份到 你指定的目录下 上传和分类都是很快的 就是希望能把图强的 这个浏览功能呢 尽快来添加进来 好了 那这些呢 就是一有云的一些 简单的功能的介绍 那金水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呢 觉得还是很好用的 整体的框架的完成度呢 还是很高 但是就是有一些小小的细节 我觉得还是有不少优化的余地 希望小宝大佬呢 可以尽快的修复和补足 那如果有小伙伴感兴趣的话 要尽快去尝试一下 因为目前还是可以白嫖的 大家可以在他的购买页面 可以看到这个灵远的套餐 如果大家想体验一下呢 就赶快行动吧 好 还没完 忘了一个事 说给大家抽奖呢 差点给忘了 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抽奖 好 恭喜这十位小伙伴 获得了我们的奖品 请各位中奖的小伙伴呢 在七天之内 到我的电报群联系我 具体领养的方法呢 会私信给你说明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呢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可以让你在第一时间看到我最新内容的推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留言和转发 都会对这个频道有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医的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